所以一切妙行皆成就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普度众生的一颗心 所以修心修到后来 如果这个人没有广发菩提心 没有救度众生的心念的人 你就失去了菩提心 你只是一个修自我的修行人 因为只有思维去救度众生 你才能求证宇宙生灭本源的根 你才能知道这个宇宙空间 到底是什么个缘分 所以修到后来就知道了 众生都是我的亲人 连今天我放生的鱼 也有可能是你曾经的亲人 你今天救下的 刀下的所有的生灵 全部可能都是你的本源 都是跟你有亲戚关系 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上互念自己的悲心 你们有没有悲心 看见人家苦了 你们难受 看见别人哭了 你们会不会流泪 现在的人看见别人哭了 就笑 看见别人痛苦了 活该 看见别人家里着火了 最好全部烧光 开心了不得了 这就是现代人的心 远离悲心 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能伤我痛啊 无缘大慈啊 观世音菩萨跟我们 没有缘分 但是又有疏远 所以观世音菩萨 还能生出千手千眼 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悯心 生出来 其实每一个眼 每一个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就是成全了 我们救度众生的这颗 大悲心